看看新闻吧 就在南宁招募站上 近期红遍全球的韩国神曲 江南style也来凑了一把热闹 听音乐声刚一响起 全场就嗨起来 一个人欢乐显然还不够 瞧这位表演者又邀请现场的观众 与他一起搭跳骑马舞 来了个现场教学 随后更加热闹的骑马舞来了 众人骑跳骑马舞的场面 可谓是其乐融融 而坐在台下的梦想观察员 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台上这位戴着墨镜 长相酷斯赛的小伙子 在南宁当地可是位红人 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 以他为主角的南宁版江南style 在网络上一夜爆红 江南style里面他就是主唱主笑 所以刚才我们在美国上是达人 我刚才还想起来 做内地第一个江南style 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 就找了一些身边的朋友 全部自愿地去拍 他说给我做男主角 然后我就说 哇我根本没有想过 说我可以做男主角的 然后就第二天就排面 排了几个小时 第三天就排了 9月29号的时候 放到了晚上 国庆收假一晚火了 火了一天 但是第一天的点击率 就超20万 微博疯狂地转 都说哇这是南宁的吗 很多外地的网友就说 我们的南宁越来越美丽了 这位小伙用骑马舞 吵着全场 不过接下来这位大妈的表演 就让大家感觉有些 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他一上台 先是背对着观众 迟迟没有任何动作 过了好一会儿 大妈终于转过身来 只见她发气高渣 脸庞化得雪白 水修一甩 一副嫦娥奔月的架势 超转过身来 主持人的架势 和大妈的架势 与特别人的架势 都不太厉害了 与特别人的架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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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虽然舞蹈被梦想观察员叫停 但大妈却不愿就此放弃 坚持还要表演一段京剧 在得到梦想观察员首肯后 她就亮开嗓子 挥动着水秀唱了起来 虽然舞蹈和京剧的功力都不够深厚 但这位大妈给大家带来的欢乐却是不言而喻 同样拥有年轻心态的 还有接下来登场的这三位家庭主妇 我们是歌妮组合 什么组合 歌妮 歌妮组合 我今年43岁 看不出来 我今年50岁 今年我53岁 我们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就是打造一个快乐的自信的家庭主妇 然后把我们这份对生活的快乐传递出去 给大家广大的家庭主妇们都相信自己 能够进得了厨房 住得了厅堂 而年轻女孩的表演能力也同样不容小觑 眼前的这位女生虽然年轻 但模仿起宋丹丹来就非常的油板油眼 我叫白鱼 我鸡子鱼 我年轻的时候 那绝对不是吹 柳叶班没人头口 谁见了我都内臭 咱们隔壁那五老二 从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现在不行了 现在现在头发也变白了 动魂也更长了 两根结白的门牙 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但梦想观察员却指出 这位姑娘的模仿 并没有太多的个人特色 因此离达人的目标 还有一定的距离 特色方面嘛 就是除了说普通话 还会说四种不同的地方方言 才艺就是生活方面 就各种模仿 反正这个就比较特点的 就其他的就不显摆 特别想让大家了解 今天的特点 你的特点 就是给我们表现了 这个东北方言 不淡淡的 其实我们是更想 多看到你除了这个预言方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除此之外我们没看到 而且说吧 在南宁招募站上 除了这些欢乐瞬间 也有不少动人之处 这位名叫黄卓鹏的16岁男孩 就唱出了内蒙古民歌 红艳的操量与孤寂 原来他在一岁时 就因为发烧 患上了病毒性脑膜炎 甚至一度失明 小时候他得了 就是发烧 引起了病毒性脑膜炎 右边的肢体 右边肢体 肢体瘫痪了 这些年是一直都在治吗 没有尖断过 一直都是 把他的病 想慢慢把它治好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得了病毒性脑膜炎 眼睛看不见 后来我们经过治疗 他的眼睛慢慢就看得见了 不过就在这番磨难中 小周旁也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那就是唱歌 如今他的心愿 就是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歌声 确实很立志 我相信今天的掌声 对我们大家的认可 谢谢 应该是值得你自豪和骄傲 谢谢大家 唱歌给更多的人听 我的心情地 陈杰 陈雨昕 广西南宁报道